摸的妝 2024南国书香节继扬城书展 他来啦 来啦 这一次的南国书香节是从8月16号一直持续到20号 所以呢我邀请了我来自台湾的朋友孙宝源 跟我一起来逛一逛南国书香节 我来到广州已经半年了 有逛过这种大型的书展吗 没有是第一次来 你进来之后第一赶快的是什么 就是 这边真的很大 然后有很多那个很特别的布置 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到这些扎出来的这些尖尖 他就说是用了这种就是象征白云山的那些山河 然后他不是两个尖中间这样子像河吗 就说是珠江 所以就是云山珠水伴书香 它是一个艺术装置 都是广州的精灵地标 对对对 中医四小经典 中医 其实我觉得中医的书还蛮好看的 有在看吗 我会在小红书上看 接受了一个采访 然后得到的小礼品 耶 耶 你看到那个车了吗 看到了 大巴士 这种书车台湾也有 它会开到小学里面 然后就是会出一些平常图书馆没有的书 台湾的书车有时候还会开进那种社区中心 我们早上来看的时候这边都是满 现在已经借的七七八八了 哦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直接借书 是的可以 它这里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是移动的图书馆吧 哦 就是这边都是广图的书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直接借阅 哦 你有去过广图吗 有去过 好玩 而且很大 来到大陆就是觉得什么都很大 这个我们也有 然后我们叫飘书站 飘书站 对飘楼的飘标 好可爱哦 哇 这是我见过规模最大的飘书站 诶我家也有这本书 就本吗你确定 对啊 家庭电脑活用指南 好熟悉哦 因为这本很大所以它很明显 印象很深刻 解抛图鉴哲学 解剖 解剖 我刚看到的这本非常台的书 然后它得了2021年的台湾文学经典奖 然后之前我在图书馆打工的时候 它就是那种 只要一倍还回来马上就被借走的书 真的很热门 翻了一下里面的文字真的是 用词或是里面的一些语句 都很有台湾的在地感 如果喜欢台湾文化的朋友 可以来看看这本书 我觉得在这里逛书站 跟在台湾逛书店有什么书 就是书的种类都很像 然后最新的书也都有 宝悠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走马观花的逛了两个展 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看 那逛了这两个展之后 你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好玩 而且跟我印象中的书展很不一样 就是原本都会觉得书展是比较静态的 可是这里的书展它有互动 然后又有动态的东西 还有教学的部分 觉得很适合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玩 就难过书香节一直会持续到20号 你还会再来吗 会啊 我要把剩下的都逛完 现在还有想要买的书 我们一起去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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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